北海岸关怀弱势协会一号在清明廉价前来到万里发放物资 总共有105户的弱势家庭 物资从卫生纸、鸡蛋甚至还有一袋袋的生猪肉 一块去了解 北海岸关怀弱势协会邀集板桥福伦社 加帮营造有限公司 虚空无极慈玄公还有猪肉王子慈善团圆等多个善心团体 来到万里发放物资 每人在过年前都会有一次的爱心物资发放 今年在清明廉价前再度来发放物资 希望北海岸的弱势民众在盛中追远的清明祭祖学节 都能够为先祖煮一顿丰盛的料理 而平时的生活也可以衣食无缺 感谢那个虚仙空 跟他们合作一起来万里去 为这些居民来做爱心活动 我觉得我们做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因为我们都很重视这个弱势团体 他们希望我们社会上 没有人去关心他 才会感到社会才有的温暖 我们环境歌唱班 我是代表歌唱班郑老板 今天很高兴来参加万里区 这个居民的爱心活动 希望大家共襄盛级 可以见到厂桌上摆放柴米油盐等 从卫生殖鸡蛋甚至还有一袋袋的生猪肉 都是民众平日里生活必需的物资 而最后还有营造公司的董事长夫 付罚赠500元的红包 希望给予弱势族群最实质的协助 那我们家办公司呢 也提供了一个人500块的一个红包 贴补他们一些家用上面的一个物资的添购 那很高兴可以跟我们五个团体 共同大家出井出栏 为我们万里地区弱势 以及我们的老人们来做一个付出 那我们是准备了就是一些肉品跟排骨 跟卤肉给长辈们 这样子给他们资骨 那因为他们是属于比较平江地区的 的那个就是低瘦肉物跟一些身心障碍的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次借由 这次持续工 师姐们的就是一些资讯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帮助 就是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子 平日里在工作上努力而形勇于律师 这些身心人士也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协助弱势族群 这次的对象从老人新著名富佑 与社区关怀户都有 在有限的公家资源外 透过民间善心的力量 让资源溢入到实际需要帮助的民众手中 抛砖引日 让更多善心一同来关注弱势的需求 谢谢拉平衡万里采访报道